第一個的話專案部分我們建立好了 第二個的話請各位把相關的元件放上去 裡面有哪一些 我這邊已經有預先 做好的部分 裡面的話大概 書裡面是要我們用那個TableRaw 不過我用TableRaw 感覺用的不是那麼習慣 我還是比較習慣用那個Linear Layout 所以Linear Layout裡面的話大概用哪一些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是在那個 雲端上面 我把那個 我們雲端上面的那個 我也把最後的 成果的那個 XML有把它貼上去 主要第一個原來是Relative Layout 我把它改成叫Linear Layout Linear Layout裡面的話 一樣我把它改成縱向的 這個跟前面一樣 那在分別呢放上什麼 一個AdTest 有時候在上面這個地方 放一個AdTest 它的名稱的話 id部分 我叫做EDATM 這個這個名稱 id部分我把它變更 這個 OK 也就是說呢 將來呢 可以讓使用者 在這邊做輸入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其他 像它的 寬度的話 寬度的話 我就是Fiz Parent 就跟 就是我跟那個 Linear Layout的寬度一樣 高度的話呢 就Warp Content 就自動會去幫你折好 所以這個應該用預設就可以 再來的話 Input Type 這個地方呢 這個屬性部分 我也把它改成用Forn 當然 我講過了 你可以從這邊看 或者從Design 這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 這邊把它放大一下 Design部分的話呢 我把這個畫面 再把它 你可以點擊它 這個裡面我其實 從剛剛那個畫面看 跟從這邊的底下 Property 其實一樣的 那裡面的話 我大概就改了幾個地方 包含就是說 我的id 改edatm 然後呢 Input Type 的部分 改成叫Forn 也就是說 將來 你游標放在上面的時候 下方的鍵盤 會是用什麼 手機的鍵盤 OK 然後 再拖拉一個什麼呢 橫向的在要 也是一樣放在底下 那我放三個按鈕 分別是 跟上個禮拜 有點類似 B01 02 03 然後呢 裡面的文字 特別是有 我大概改幾個地方 一 就是它的id 部分 它的id 第二的話 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上面的數字 那這個數字部分的話呢 就是test 所以兩個屬性 那其他都一樣 也就是說 再 做一個之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呢 切到test 這個這個模式裡面 當然你會發現這個地方一定有Layout 然後橫向的Layout 就這一個 你可以把這個部分 複製 貼到下面去 就可以產生下面 456 那其實把這邊改一下就可以了 把id 改成 B04 B05 B06 然後裡面的test 改成456 那依實類推 所以 分別產生 一直到最下面 那最下面 可能我跟那個書裡面的 有點不太一樣 我這邊 書裡面本來是0 我把它改成確定好了 為什麼 因為 將來我按下確定的時候 我要去判斷 到底打的密碼正不正確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 少一個0怎麼辦 你如果要把它補上去也可以啦 如果感覺補一個 感覺下面是 怪怪的 還是說 再補一列 有那個0 然後左邊一個警字號 右邊一個名字號 也可以啦 那你可以這個 這邊可以再做一個彈性 那我分別 把這個的id 清楚的id叫做 Be Clear 然後呢 中間這個叫 Be OK 然後結束的話 叫Be End 大概就這樣 其他都沒什麼 太大的改變 這個 介面的部分 是比較簡單一些些 主要就是把這個 這個版型給做出來 那我這裡面的話呢 全部都是用Linear Layout 當然書裡面 他有建議就是用什麼 用 Table Table Layout 然後裡面的話 在Table外面 裡面可以用Table Row 可不可以 你也可以試試看 很簡單 Table是外面的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切到Test這個地方 把那個外面的這個 這個Layout 本來是我這邊是用Linear Layout 你可以試試看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Table Layout 那 橫向的部分 你可以改成Table Row 我好像 我試過應該是沒有問題 不過你可能要體驗一下 怎麼去 變更 其實你可以從那個文字模式去修改 應該都沒問題 來 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個版型給做出來 那如果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那個雲端上面 我要把最後的 已經做好的這個原始碼 把它放在這邊 那實際上就是這一段 這個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複習一下 大概就是 幾個啦 第一個就是你把那個 原來的 Relative Layout 記得從這邊 切過來 這個應該慢慢 自己都應該熟悉了 他可以Design 跟Test 這兩個可以互相切 那一般我習慣是有些 動作如果在那個 Design裡面沒有辦法去修改 因為他這邊沒有辦法讓你去修改 你的那個 Layout的形式 要不就是你把它刪掉 重新再拉一個 要不就直接切到Test裡面 去做顯示 上個禮拜同學是 有問題大部分都是 這個畫面不見 有的是這個畫面不見 或那個畫面不見 我講過 你如果畫面不見 你可以用什麼 Restore Default Layout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的 有個東西不見了 那你又找不到哪裡設定的話 你就用這個 Restore Default Layout 它就會幫你把它還原成 我們要的這個畫面 OK 那標準畫面長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樣做快速佈局 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 請你打個L就可以了 把那個 改成什麼Linear Layout 那特別注意 底下是沒有變更 沒關係 你按什麼 再點它一下 或者 Auto鍵加 Enter 它就會自動幫你修正了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 它的那個Layout 已經 由原來的 Relative Layout 改成Linear Layout 第一個 第二個這個不要嘛 這個不要什麼 Delete掉就好了 按Delete 它就不見了 再來的話 上面要放個什麼 我需要先 在這裡面放一個 那個 一個 這個AdTester 那這個AdTester 你需不需要先 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Layout給它 那我習慣是放一個 橫向的Layout給它 讓它放 所以呢 點擊 橫向Layout 放到裡面去 那特別注意喔 點擊 這個時候呢 你點它 不用拖拉 你會發現點它 它就會呈現什麼 它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放進去 好那就把它放進去 這個底下就會 一個 這個Honeyronto Layout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把那個 上面的Linear Layout 改變之後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它的那個Orientation 先把它改成 這個Vertical 上面這個是Vertical 預設好像沒有 好像會是橫向的 所以請記住喔 第一個請你把這個改成Vertical 它就會垂直的 Vertical是垂直的 不然的話 它好像會變成水平的 第二的話呢 我就在這邊拉一個什麼呢 Honeyronto 那你會發現喔 拉一個水平的啦 這個水平的 有沒有這個Layout 把它拉到哪裡呢 拉到它的下方 但是喔 拉過來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高度 會是 配合整個Parent 就是整個Layout 所以怎麼辦呢 請記住喔 先做一件事 把它的高度 改為什麼呢 這邊把它點一下 改成 WarpContent好了 WarpContent就是 配合裡面的東西 因為裡面沒東西 那我們再到裡面 怎麼樣 丟一個什麼呢 丟一個那個 我們要放輸入 有沒有 輸入這個電話號碼的 一個Editas 那你把這個丟進去 放進去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 這個Editas的部分的話呢 一樣可以把它拉寬 MatchParent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可以讓使用者輸入 那基本上喔 你再去改他的ID啦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 ID部分 自己再改一下 配合那個 另外InputType的話 它會是 Form的部分 好 這樣的話 就一個了嘛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再放什麼 再放一個 一樣再放一個那個 橫向的Layout 這個 那拖拉一樣 放在這裡喔 特別重要 放開 然後呢 一樣是 把這個地方的高度 設為什麼呢 Warp Content 然後呢 再放三個按鈕 所以Button部分 拖拉過來 放進去 然後大小部分的話 我建議大概 差不多 60左右啦 你可以這樣拉過來 60 或者是自己 打一個60 因為有時候60 剛剛好精準 不太容易 它會變61 那你知道把這個地方 改一下 這個名稱改啦 比如說 B01 這個ID是 B01 然後它裡面的文字的話呢 是1 所以把Test改成1 Enter一下 然後呢 還有就是說 它的寬度 在這邊也會出現 如果61 把它改60 好一個之後的話呢 那第二個怎麼做出來 很簡單 Ctrl C 這邊點一下 Ctrl V 它會出現 是不是紅色這地方貼上 4點一下 第2個出來了 在Ctrl V 是不是在這裡面 4再點一下 那就會有 又產生一樣的 那只是說你要把ID改一下 那另外的話 把這個Test改一下 2 Enter 然後再改什麼 改這個 改3 Enter 那它的位置 不在中間怎麼辦 請你記住 點一下這邊 這好像前面都講過 把那個Gravity 有沒有 Center的地方 打勾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特別注意是這個 Gravity 這一個的 Gravity Center 打勾 就會在中間 那底下不是有 第2排 第3排 第4排 對不對 那其實 你可以不需要說 重新再做 我的習慣是把 這一個Layout Ctrl C 再複製到哪裡 特別是要不要複製 在最上面這個 Ctrl V 它會出現紅色框框 問你說是不是丟進去 4再點一下 第2個出來了 再點它一下 Ctrl V 一樣紅色框框 再點一下 第3排出來了 再點它一下 記得是最上面這個 Ctrl V 它問你是不是要丟進去 4 點一下 OK 第2到第4都出來了 然後呢 再去修改裡面的ID 跟上面的字 一個界面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的畫面佈局 我覺得倒是還 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 那以後的話 你要快速做一個這樣的 很快就可以做出 最重要是關鍵 我是習慣用這個 Linian layout 記得丟進來之後 我大概就改了幾個 Orientation 把它改成Vertical 再放一個 兩個 三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最後做完的話 如果細節 你可以從這邊去看一下 或者是說 可以的話呢 你可以再試著改成 所謂的那個 Table layout 配合那個 Table layout 一樣可以排得出來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